打開電腦 動動手指 總統候選人三選一 輕輕鬆鬆就能下注 大選倒數 近期一個區塊鏈平台 Polymarket出現總統賭盤 涉嫌與虛擬貨幣 讓賭客對賭 總統候選人勝敗 前往北 中 南 等期縣市 共執行兩國搜索 查七十六名涉案對相道安 於去年十月底 發布兩種選舉賭盤 可視為心情態賭國平台 嫌犯多維 科技業相關人士 而根據了解 該平台開設各種選舉賭盤 透過虛擬通貨美元穩定幣 進行下注 警方查扣賭資虛擬通貨 近一萬顆美元穩定幣 再進一步清查總下注量 近高達一百萬顆美元穩定幣 換算約新台幣三千一百萬元 平均每人下注約兩百萬新台幣 台中市刑警大隊打造的 虛擬通貨前包 警務為多千錢包 可多重驗證 金要也可分辨 而畢竟大選警方除了加強抓捕選舉賭盤 另一方面也大動作清查 各地是否有會選的情況出現 果然10號桃園地檢就查獲某平地原住民立委候選人辦公室的洪信主委 涉嫌以一票兩千元新台幣的代價向選民拉票匯選 該洪信被告犯罪嫌重大並有勾串證人及滅證之餘 向法院申請擠壓 選戰倒數計時 檢調全面戒備 將對妨害選舉的不法人士 嚴查到底 歡迎新聞 陳明彥 紅石層楊格 劉北搖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要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生約排隊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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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